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陕西西安,这里是在西安市的长安区,网网的清水头村 这两天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在这里的荷花池,网网的千亩荷花池的荷花已经开了非常的漂亮 今天专门坐公交车来到这里,带大家欣赏一下这里的千亩荷花 我已经到达这个景区的门口这里了,看一下这里非常的热闹 网上地图显示这里要有千亩荷花池,至于有没有一千亩我也不知道 反正面积看起来确实挺大的,看一下这里,荷花已经盛开了,非常的美丽 旁边小路这边一条路都是,整条街都是卖吃的的 哇,这一朵荷花非常漂亮,洁白无瑕 确实是美不胜收呀,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观看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景区它完全是免费的,为王莽镇点赞 那边还有很多荷花没有开呢,莲棚 哇,你看这一朵,漂亮 白色的 那边还有更好看的,咱们去里面再欣赏一下 要是有一台无人机就好了,可以在空中俯瞰一下 我是用手机拍摄的,可能看不出来那个壮观的效果,反正面积特别大 其实我感觉这个地方跟我去年去河南信仰那个中国最美乡村,好藤村感觉有点类似啊 它那个村子也是一整个村子,全部种了荷花 有很多人专门去那个村子里面去游玩 刚好也带动了一个村子的发展嘛,旅游发展 都是很美的 感觉跟西洋的好藤村是有点类似的 你看周围的这些村民都是可以在这里卖一些东西啊 还加了一些食物可拿出来卖 也带动了经济发展,挺好的 那边还有向日葵呢,咱们再去欣赏一下向日葵 在山脚下 那个路口那一块的池子里面那个荷花已经开了 但是旁边这一几大片没有开 不知道是没开呢,还是已经开过了 反正没有发现几朵荷花 清水头村简介 这个村庄的名字叫的非常好听啊 清水头村 整个村庄有12个村民小组 865户 3300多人 咱们现在去这里带大家再欣赏一下荷花 然后去后面的向日葵 去欣赏向日葵 看一下这个莲蓬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没有开的 没有开之前的这荷花花苞 很美 这个这边有一朵白色的 看这个荷花的品种跟其他的荷花就不一样 有人认识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这一个店 荷花开的最多就是露普这一片 这里就是向日葵花园 往下 前面全都是黄色的向日葵 美不美 好多人都喜欢在这里拍照 大家都拍向日葵 你看这个向日葵很奇怪 它是冲着一个方向的 是不是对着太阳 太阳在哪个角度 它在往哪个角度转 到下午可能会转过来 这向日葵上的蜜蜂还挺多的 都在采蜜呢 现在这个葵花的花子 还没有长出来 我已经看到了 有些花子 葵花子已经长出来了 稍微比较大一点了 这个向日葵长得好高呀 人家都比较矮 就它长得比较高 鹤立鸡群 好 咱们最后从正面在这里看一下 千亩向日葵 向美 来 咱们现在从正面这里再看一下 向日葵 像不像一张张小孩的脸 非常的喜庆 喜笑颜开的 全都是金红色的向日葵 大家有喜欢的话 可以来到王莽的清水头村 这里来欣赏一下 荷花和香日葵 建议早上或者是傍晚来 中午就会有点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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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